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需要付费 但是卢台长的演讲 永远都是免费入场 任何东西 包括膳食都是免费的 拜师全部都不需要付费 我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 如果你选择相信不知道谁写的文章 都不愿意相信我这个活生生的人 只能说这真是一种缘分 21岁的那一年 我认识了卢台长 我认识了卢台长9年 我今年30了 这9年 可以说都是卢台长带着我成长 所以 如果您有兴趣听网络不时的报道 不如看一看 我这位每次都见到卢台长的人 说一说我究竟体验过什么 当初 我对卢台长有兴趣 是因为我爸爸十年前突然去世了 爸爸离世对我打击很大 震碎了我的所有 我一直在找爸爸到底在哪里 谁可以知道我爸爸去世后在哪里 爸爸去世后 我失去了活着的意义 从小 大家都说好好读书报答父母 爸爸就是我最想报答的人 当时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爸爸去世后好好读书是为了什么 难道我们读书工作就只是为了赚钱吗 我走遍书局 看遍各类宗教哲学书籍 走访寺院 听遍许多法师讲法 我依然找不到答案 一天夜里 我觉得自己撑不住了 极其痛苦的我 跪在家里的佛台前 求观世音菩萨 我求观世音菩萨救救我 救救我 我知道 人不能自杀 但我不知道活着还能做什么 求菩萨后不久 我便遇见了卢台长 当时那篇报道写着 转世观音卢台长 我真的没想过 那晚我对观世音菩萨说的话 菩萨真的听得见 也许 这就是所谓的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闻身救苦 有求必应 从小 我很少愿意完全相信任何人 更何况是陌生人 在我还没决定跟着卢台长学习之前 我把有关卢台长的文章全部都搜遍了 好的 不好的 我都认真详细地看过 思考过 说台长不好的每一点 我都仔细读过 但与卢台长博客的开示对比 我做出的结论是 说台长不好的人 根本没有仔细读过台长的开示 他们并没有深入了解过 写来写去 就那几个不是点的点 卢台长有六十本佛法开示书籍 我都读过了 试问 写卢台长不好的人 有读过任何一本吗 合约记者写文章 大多是为了流量 为了曝光率 为了赚钱 因为现在能红的新闻不多 每次只要跟卢台长有关系的文章就能爆红 是不是事实都能写 我是你的朋友 我说出我的经历 也赚不到你任何的钱 2012年8月 我出席了卢台长在槟城的佛学讲座会 入场免费 卢台长离开时 很不小心的 我与卢台长握了手 我拿了几本经书和书籍回家 整个活动下来 我没付过钱 2013年3月 我拜卢台长为师傅 拜师条件是什么 很简单 尽量吃素 不做杀生行业 每天有念大悲咒 心经 礼佛 写一段学佛感悟 到观音堂拿个表格 填好医料发过去 一般如果不是写得太敷衍 都会披 表格是免费的 报名是免费的 拜师也是免费的 不止免费 主办方还要倒贴我们很多东西 要提供我们免费的餐食 免费的场地 免费的弟子证 2013年 我打通卢台长节目电话 我没付过钱 2013年底 我在悉尼见到了卢台长 卢台长第一件事就是送了我一串佛珠 卢台长很慈悲地叫我 小妹妹 您好呀 还给我开示了很多话 我还吃了观音堂的水果 我没付过钱 2014年 我再次见到了卢台长 卢台长依然很慈悲地提醒我很多事情 我在观音堂吃了很多餐 我都没付过钱 2015年 卢台长看见我 卢台长说 哎 你怎么瘦成这个样 师父笑了笑 很慈悲地看了我一眼 我双手合十地对师父微笑 从此 再也没有人跟我说 你多吃一点 你太瘦了 我一直在变胖 也没有太胖 可是 就是不会像以前那么干瘦了 这一次调理身体的加持 我也都没付过钱 2014年 我23岁 面对诽谤 很没用的我流了泪 我真没想过 免费教人学佛可以被抹黑 我没想过 文章是可以乱写的 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可以做出各类事情 人可以不怕因果 2015年 我24岁 面对诽谤 我不再流泪 但那次我生气了 我很不愤 我觉得 为什么人可以做得那么过分 2016年 我25岁 面对诽谤 我不再有感觉 那次我只是说 哦 又来了 2017年 我26岁 面对诽谤 我根本不想理会 因为我们都知道 写的都不是事实 不实的文章 只能巩固我的坚持 因为我们都知道 师父根本不是所写的那样 什么目的 放心 我不会揭穿 有智慧的人 自然能够明辩 直至现在 我30岁了 我只想说 谢谢他们成就了我们 我们的坚持都是历练过的 但其实 我没这么勇敢 我也没这么伟大 一切都是慈悲的师父在撑着我们 师父所受的苦 我是没有勇气 也无法想象 我忠心地祝福评论的人 竟是可以找到带您超脱六道轮回的老师 我找到了我的 我真心地祝福您找得到您的老师 你若安好 我都无所谓 我就算不相信您的父亲 但我也绝对不会骂您的父亲 因为 这是我父亲教我的修养 您的父亲有多好 我不了解 不需要我告诉您 您自己一定知道 我的父亲有多好 您不了解 不需要您告诉我 我自己一定知道 面对这些舆论 抹黑 诽谤 台长都只愿意说是误解 台长从来教导我们的 从来只是 尊敬所有其他法门 尊敬所有法师 绝对不能说别人不好 人家可以说我们不好 但我们绝对不能说别人不好 我们一定要尊敬所有人 纵使我们足够的理由能够反驳 台长都会跟我们说 如果去争辩 永远争辩不完 争辩绝对不是学佛人该做的事 不必在意 台长总是告诉我们 学佛人就必须要有 与宇宙般宽大的胸襟 难道佛陀胸襟这么小吗 今天 就算你把佛陀诽谤了 佛陀也会微微一笑 因为因果是公平的 我们不能改变的 不要因为别人的一言半语 就影响到你虔诚向善的佛心 佛心人人都有 哪怕最坏的一个人 他也有最贴心的朋友 所以 诽谤之声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相信了 那就是你中了魔王的圈套了 所以 人间的一切声音都是假的 都无声无灭 无声无响 任由他们灰飞烟灭吧 但是你们一定要定住 你们自己的一颗心 永远要懂得 无论别人再怎么诽谤 但是我知道 观世音菩萨是真的 这就够了 更好观世音菩萨 更好台掌的声音 让我们一同向西走下去 一起登上末法时期的大法船 扬帆出海向西行 一路渡人心念阵 弘法近十年 小小的我 看尽了人性的丑恶 社会的黑暗 但同时 我也看尽了人性的善良 最感恩的是 在经历了这么多 我们还能保持一颗 纯善的心 没有任何称恨 这都是师父 一直坚持的教导 师父从来没有带过 一丝负面情绪给我们 教的永远都是 要做个慈悲的学佛人 十年来 也许您看见的 都是网络不实的报道 或是人云亦云的评论 但十年 我看见的 是讲座会现场 实实在在 活生生 有血有肉 来自世界各地 学佛人 对卢台长的感恩 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的家人 这十年 在观世音菩萨的庇佑下 我和家人过得多好 我自己知道 我想的其实很简单 我只是不想 有任何人跟我一样 一夜之间 失去自己最爱 和最爱自己的人 这种痛 因为我承受过 我不想有更多人 再去承受 这种心痛的感觉 我不想更多人 面临生理死别时 跟我一样无助 世界上很多的不顺利 都能透过学佛而改变 很多事情 可以提前化解和避开 我只是单纯的 想把这么好的佛法 带给更多的人 但我从来 也不会主动要求 任何人学佛 因为一切都是一种缘分 有缘的自然会学习 有缘的人赶也不走 没缘分的人 勤也不来 何必出任何恶口 如果您真的是一个学佛人 您一定清楚 世间一切讲求缘分 今生我们会遇见谁 都是前世代下的缘分 道理很简单 在这世界上 教数学的老师很多 没有说哪一位老师是最好的 您有缘分遇到的 您觉得适合自己的 就是最好的 这也不代表 其他的数学老师不好 佛法 八万四千法门 谁能列出 八万四千法门 卢台长教的 是不是佛法 评论的人 看过多少卢台长的开示 看过卢台长多少本书 谁能够有智慧 批评哪个是佛法 哪个不是佛法 难道自己学了一点佛法 读了一些经典 就能够开始评判他人吗 佛法里教我们因果 缘分 放下 解脱 如果真为实修者 为何不为因果 评造口业 不管外界如何评论 骂得多难听 写的字眼多么卑劣 十年里 我都看过 卢台长每一场讲座会 每一本书 甚至到最后的叮咛 都是在教我们 要超脱六道轮回 如果教人放下贪嗔吃 超脱六道不是佛法 请您告诉我 什么是佛法 试想 如果今天你出来帮助一个人 没有收他钱 但人家硬硬说你有收钱 不赚钱的工作 告诉别人事实 还会被人骂 我看都没有人要出来帮人 但是卢台长就是愿意 只是为了多一个人 能相信因果 他就会进入佛门 也不一定要是心灵法门 主要学佛 都是好事 对我来说 师父就是那么的勇敢 那么的慈悲 如果是我 我就不做了 世界上 也没有人愿意这么做 有人说 看图腾 卢台长很凶 为什么要骂人 如果 今天 你有菩萨的神通 能够看见 眼前的人 做了什么坏事 我不知道 您还愿意帮他吗 可能你转身就走了 但是卢台长愿意 为什么骂人 很多看得见灵界的人 都看得到 卢台长看图腾的时候 其实 是于对方身上的灵性 在讨价还价 很多时候 都是因为灵性 不放过那个人 如果台长不骂他 让灵性开心一下 灵性 愿意放过他吗 很多事情 都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但懂的人 自然会懂 如果 您跟卢台长一样 愿意承担 我前身 今生 所有的恶业 你讲的话 我相信 试问世上 谁愿意承担 人家的业 但 我的师父 就是愿意 师父这十年 弘法 收了三万多弟子 这些业 是多么的重 多么的大 很多时候 一些很初学的佛友 我们都不是很愿意 递交表格 但师父都愿意收 师父竟然 愿意一个人承担 没有任何收费 还背了一身业 只要求我们 好好学佛 放下贪嗔吃 要求我们要超脱六道 回到观世音菩萨身边 师父说 不是师父 要收弟子 是观世音菩萨 慈悲地跟师父说 您就代我收吧 我再重申一次 拜师 从申请开始 到拜师 所有一切都是免费的 试问 我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 会有钱吗 一场拜师仪式下来 卢台长 耗尽真气 逐一摸顶加持 拜师仪式后 还要慈悲 给所有的弟子开试 拜师仪式的开试 永远都是最慈悲 最慈悲的 整场仪式下来 师父每次 一定累得瘫倒 休息一会儿 晚上还要给 万人的佛友开试 这一切 是我多年来 亲眼所见 卢台长的电台直播节目 每逢二四六 看葡萄节目 午和日 悬疑问答 解梦 佛学回答 每逢星期三 弟子开试 每逢星期六 佛友联谊会开试 从2008年开始 到2020年 12年的节目录音 都能在官方博客下载 如果您听完 这12年的录音 到底全世界多少人 曾经打通电话 问卢台长问题 如果您还觉得 是一种骗局 那我也很佩服您的智慧 从2010年开始 到2020年 十年 全世界无数场的佛学讲座会 台长从来没有休息过 我从2014年开始到海外当义工 老实说 我自己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每次飞到外国 我都需要一天时间休息来调时差 我们当义工 都不需要说很多话 但都会觉得很累 台长一个50多岁的老人家 十年期间飞来飞去 全世界不停地走 就是为了让更多人 能够相信因果 能够认识佛法 很多时候 我们还能提前休息 但师父从来没有让自己休息 师父每次抵达不久 就要开试 可能从机场开始 就要一直跟大家握手 很多时候 手的皮都被抓到出血了 晚上可能就要给千人开试 第二天都是万人开试 一讲 都是讲一整天 连续讲几天 讲完了 可能要见见义工 鼓励大家 感谢大家 离开时 也不忘给大家再开始 很多时候我们当义工 还能到处走走玩玩 但师父 永远只是在房间 准备演讲稿 给大家精彩的开始 我们结束义工回到家 能够大睡特睡 但师父抵达悉尼后 马不停蹄地 继续电台直播节目 回答世界佛友的问题 根本没有停过 很多时候 我真的想象不到 师父怎么撑下来的 难道师父不累吗 如果我们叫师父早点睡 多休息 师父都不愿意 师父都会说 难道我这么远来 是来睡觉的吗 如果来睡觉 不如在悉尼睡 不是更好吗 大家是来看我的 我躲在房间里睡觉吗 师父心中 永远都是众生 永远挂念着 给我们多一点开示 当年21岁的我 可以傻 今年我30岁 可以傻 我一名大学生 可以傻 他一名小学老师 中学老师 大学教授 欧洲顶尖科学家 医学博士 哈佛学业病专家 经营生意 多年的老总 都可以傻 但不可能 全世界一千万的 心灵法门的人 全部一起傻 爱是我们 娑婆世界 永恒的主题 谈个男朋友 女朋友 你都想从他身上 得到平等的爱 父母亲 养育孩子成长 也希望得到 孩子的报答和关爱 孩子爱父母 也希望父母 一样爱着自己 人间的爱 永远带着一种 欲望和平等的关系 但佛法里的大爱 超越人间红尘 它是人伤我痛的 菩提心 它是无私的大爱 这种爱就是慈悲 不带任何欲望 从不求回报 是一种无边的爱 卢台长对我们的爱 正是这种 无边的大爱 从不求回报 仅仅希望我们好 去年的一年 师父休养期间 每一天 还要继续给我们开示 而且写得那么精彩 那么深奥 很多时候 我们都来不及消化 新的开示又来了 我都在想 师父 有必要这么赶吗 现在我知道 师父为什么这么赶 现在我知道 为什么师父拼了命 都要争取时间 给我们多开示一点 师父 您留下来给我们的开示 已经足够我们 阅读一辈子 早在去年 观世音菩萨和佛陀 早就让童子 为我们带来很多 师父将入涅槃的信息 是我们没有醒悟 直到现在 大家才找回 那时的开示来看 九年 有太多的感恩 有太多的灵验 有太多的感动 无法一一说尽 只能说一句 师父 您永远是我最爱的老师 师父 父亲 是您让我知道 大爱能有多深 这些年 每次您看见我 都会叫我注意感情问题 至少提了我五次 提到让我怀疑人生 让我怀疑 我的脸上 是不是标记着 注意感情问题六个字 我许愿清修 单身 没有喜欢任何人 师父 为什么一直提这个问题 但其实我很明白 也很感恩 师父 一直在点拨我 一般感情问题 师父都很随缘 不愿意点破 真的很感恩师父 愿意点我 要不然 我这辈子 一定深陷 感情的你早 无法自拔 很对不起 我竟然需要师父 点我这么多次 师父就如父亲一样 那么担心我们 受到任何伤害 与其说伤害 也可以说 师父那么担心 我们永远在六道里 因为人间的感情 而脱离不了六道的束缚 师父 是多么想我们 能够超脱六道 能够修成 最后一次 师父 您跟我说 其他都没问题 就是注意以后 有感情问题 要当心 我一直不知道 到底会是什么问题 现在我知道了 师父说 全世界的人 都可以抛弃我们 但师父 永远不会抛弃我们 您的路 突然走得太快了 人道 阿修罗道 天道 深闻道 圆觉道 菩萨道 佛道 师父 您知道吗 您身高 超过一米八 我的身高 只是超过一米五 您的脚那么长 我的脚那么短 您走路永远那么快 我永远用奔跑的速度 追赶在您身后 论身高 我们相差三十厘米 论年龄 我们相差三十年 论智慧 我们相差三千年 可是 我一点也没有怪您 因为我知道 您没有离开过我们 恭贺师父 元臣佛道 我们一定会再见 我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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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饿了